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真言二十四章的三十到三十四节 题目是懒惰 真言二十四章三十节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长满了地皮 赤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讳 在睡片时打臀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真言到了这里又讲了懒惰 懒惰是一个肉死原体的状态 不光是人有被称为懒惰的 我们寂寞四望 许多的物种都是如此的 从我们家里看得到的猫和狗啊 又到了户外所养的牛羊和鸡啊 其实各个物种啊 都是喜爱休息的 我家的猫啊 甚至一天有四分之三的时间 都是在休息 一天只有少数的时间起来 进食移动或者是玩耍 但是人不同 人是有神的灵的生物 亚当早在伊甸园的时候 也是有工作的 然而神也没有让亚当不停的工作 除掉需要做的工作 亚当剩余的时间是可以在园内 与夏娃在一起吃喝快乐的 神也没有称亚当是懒惰的 可是当亚当犯了罪 被逐出伊甸园之后 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多了 神说土地因为人犯罪的缘故 就受了咒诅 故此人要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有了勤劳与懒惰的对比 勤劳的人可以耕种较大面积的土地 得着较多的食物 而懒惰的人甚至所得 尚且不足以养活自己跟家人 因此懒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真言这里作者就说 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而懒惰且无知的人 他们的土地就缺乏达理 作物就不能好好生长 当人不能够付出足够的努力 来维持生活 那么他要么是懒惰 或者是无知 我在美国看到某些农户 他们拥有的土地很大 但是在诺大的土地上 只有部分的土地是绿油油的 而其他的地方则是一片枯黄 这是说他们懒惰吗 绝对不是 他们是科学耕种 他们知道一季能够有多少水 那就按照计划来耕种多少土地 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在一开始 就跟进了所有的土地 而在后段的时候 因为缺水就无以为继 那样就不能收成了 当然懒惰之家是行不通的 就算有土地也有水 懒惰的人也会因为不愿意劳动 而不耕种 而导致缺乏收成 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里面 我们是需要付出勤劳的工作 才会得以由所收成的 但是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少的劳动 才能够被称为不懒惰呢 有人就说 好 那我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起 从早到晚不停的劳作就好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圣经有教我们不要懒惰 但是绝对没有要我们一直的劳碌 在之前我们查考传道书的时候 智慧王所罗门就说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 虽然懒惰是不好的 但是劳碌也没有必要 休息也是必须的 停止劳碌 让自己思考 不是看起来像是在休息吗 但是休息够了 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杂草是刚刚发芽的时候 那时根还不生 要拔除杂草并不难 这个时候智慧就会指引我们去该干什么 若是今日拖延到明日 杂草也蔓延开来 并且扎了根 再要去除去就困难了 懒惰的害人是轻拾的 一时一刻的懒惰还不能叫真的懒惰 那只是休息片刻而已 但是片刻过去再休一个片刻 那就渐渐成为懒惰了 而他的害处也就渐渐的显现了 该做的事被拖延了 这也还不要紧 但是拖延片刻 又再来个片刻 那危害就渐渐的大了 那危害是什么呢 先是撒种不够 后来又缺乏浇灌 这危害渐渐的扩大 最后就必依你的缺乏和贫穷来到 是你在虚于拖延之中 就有如贼人那般来到了 并且一旦来了 再要对付他们可都困难了 所以愿主帮助我们 他已经赐给我们有身体 有智慧 就让我们以智慧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不再懒惰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